全球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中原海运特运 在新加坡举办了盛大的客户交流大会 现场众多行业大佬齐聚一堂 走 咱们也看看这 大会以服务全球 联通未来为主题 围绕行业现状 痛点难点 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中原海运特运董事总经理黄南 在会上介绍了公司发展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政务参赞张力军 在会上肯定了中原海运特运 是一带一路践行者 新加坡海市及港务管理局 国际海市中心高级署长曾伟廷 在致辞中 感谢中原海运特运 对新加坡海市发展的支持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 Steven Sackson 分享了2024年航运市场发展趋势的观点 中原海运特运 东南亚公司航运经营务总经理 简中则全面介绍了特运的海外业务发展 中原海运特运拥有各类船舶 共130艘 450多万载重吨 未来三年 中原海运特运 还将陆续接入90艘新船 运力规模将再翻一番 一场大会 一段旅程 一句话形容对这场大会的感受 真是乘风波浪者 登风造极境啊